黃昏的日落開始游來了 很舒服 我們應該趕得及 天黑就落到涼景 其實每次走這條路線 再加上黃昏的光線 好像去了那些沙哈拉沙漠遠征 cause my perspective is broken Hello 又到了油人止步 我是Kiki 今天跟大家走青山 大家可以在屯門站A出口 經杯道路走上青雲路 然後上青山寺 我今天就搭的士尼 另外有個partner就是May 她今天就走上來 先說個Hi Hi 我們就約了在青山寺等 給我省點腳力 待會才慢慢走 我們今天的路線 就是在青山落良田咬 短短地走幾個小時 吸收一下大自然的新鮮空氣 我們現在出發了 不說那麼多了 事不宜遲 Let's go 今天由人止步 會和大家去一座香港人都非常熟悉的青山 大家可以乘坐西鐵於屯門站A2出口 由杯道路步行至青雲路再轉上青山 只開始起步 青山高海拔583米 由於山峰形狀尖削 所以被譽為香港三尖之一 如臨近的山峰亦有波羅山 九徑山 乾山 和源頭山 不說真的不知道 原來青山是屯門區的舊青 不過現時青山這個名稱 就只在屯門區西部一帶的山嶺地區 及荒蕪地帶 與重工業區及屯門新市鎮分隔開 我們沿著青山的左邊方向 一路直走 我們上一段斜路之後 就轉左 然後上一個無限樓梯 一路上到青山的發射站上面 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向右邊 如果你一路直走 這條路就去青碟石河 我們今天就不挑戰這個青碟石河了 今天就輕鬆一點 就向右邊這個樓梯上這個青山的 講起青山呢 其實之前我youtube頻道開了的時候 第二條片其實是我自己一個走青山 今天拍到這條片 但是當時拍得真的很差 音樂又太大聲了 聽不到自己說話了 而且畫質是極差 所以這條片呢 我上了架不夠三個月之後 我知道下架了 因為我自己也不太定得住 所以今天呢 再拍多一次 還有接下來很多片我都會再拍過 都是因為想再拍好一點 還有本身那些地方我自己也很喜歡 到時大家記得支持我 看我的片 走完樓梯呢 我們現在就來到一個比較開圓的位置 就可以看到屯門了 如果你走樓梯走得累的話呢 不妨可以在這裡 休息一下氣 吹一下風 休息一陣都不錯的 這個背前面那棵花是 是芒草嗎 不是 你頭頂那個 是公粉羊蹄甲 真的不知道 好像公粉羊蹄甲 對 現在好像很少見 芒草 我不會無知到在影片中問你 我不會無知到在影片中問你 這是什麼 芒草 芒草 走了接近10至15分鐘的路程 前面會有個打卡位 我們先上去拍照 不過那裡都是一些懸崖的邊 那就要小心點站 好 就是前方這個洞 走出去 對 今天少少煙霞 未去到無敵高清 我們上次走這個石牙 筆脊就真的很高清 我超喜歡在這個位置拍照 那就小心點 不要站那麼遠 在這邊就是清疊石 清疊石頭和清疊石頭都是沿著這個位置 一直上攀 上這個青山 很漂亮 這風景很漂亮 很舒服 之前走這條路 樹都好像沒有那麼謬物 現在好像變成了一個神秘古道 而且現在三點多鐘有些陽光曬下來 很漂亮 在樹木那裡穿插陽光 上到來涼亭的位置 已經 我們向著左方 我們上一上發射塔 這個發射塔 上去有個位置 看著青山福地 非常漂亮 那次我就走這個清疊石河 上去那邊 然後看下來是 很雲偉壯觀 好像一幅山水畫一樣 現在我們就下去做體操 這裡也有啞鈴和引體象徵 早上其實也有很多叔叔 來到這個位置 現在走上青山就玩一下這些器材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有心地 可以把這些器材搬上來 Mini 先試一下 這麼高 不然就這麼矮了 搬進來的地方 就是 哎呀 我就不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香港在你身外 你這個像泰山多一點 哈哈哈哈 好 回到我 這個很高啊 這個很高啊 對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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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原來很難啊 這隻手真的沒什麼力 撐不住 但是因為它太高 可能是 這個打側的可能是OK的 這個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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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嗎 是不是伸直直腳呢 跟著 然後隻手 曲一下直一下 是嗎 好像那些 李靈 是啊 李小雙的 你還不是雜技嗎 我會運選手 是不是很重啊 你按著腰 然後踢到腳 不用走 等一下 很重啊 你試試 很重啊 真的是 人家是要坐下 還是鐵餅可以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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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不懂得捷掉了 快點小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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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去上面的小雞 看看 好難天啊 現在 好像一架船 萊雅方舟 剛才爬過了萊雅方舟之後 就來到 青山下面 一個很廣闊的空地 很舒服 很想放一隻在這裡睡 好 我們剛才說起 沒什麼拍的 現在就有個難度挑戰 就是下這塊斜壁 好 我們走下去了 不知道我能否單手拿著攝影機 我看見它好像 都多手腳位 因為我記得上次走這個大金鐘 彎曲山那一塊 好像更斜一點 那一塊很壞 對 還有很多年輕人 年輕人都能走到 但我那次真的跌下來 我那次真的不小心跌下來 好 終於下來了 輕而易舉 但其實呢 剛才一直拍的緊張畫面 全部剪掉了 回望上去 也有一點點斜 其實下真的比較難一點 不過這條路 起碼比上次我們 在彎曲山那條斜坡 那個真的 還斜 沒什麼腳踏位可以下 都算OK 好了 現在 你看到 黃昏的日落開始 又來了 很舒服 我們應該趕得及 天黑的時候 落到涼景 走到 走到 後面的位置 一直走下來 現在我們就一路香雙蝦 其實梁田甲有很多分岔位 我們都是一路靠右邊的分岔位一路下去 如果走錯了 走錯了左邊的分岔位 就會去龍虎湯那邊 剛才分岔位置 我們就向右邊一路下山 其實每次走這條路線 再加上黃昏的光線 好像去了薩哈拉沙漠遠征 我們到這個位置就差不多了 你看到整個青山福地 那邊就有菠蘿山 源頭山仔不遠處 其實今天的天氣 我覺得挺適合走杯凌雙道 可惜我們今天兩點鐘才出發 比較晚 出來杯凌雙道就下次挑戰吧 呢? 以我印象中记得我初头走两条坑的时候 会有一个捷径可以直接到碩士马路 就不用走到最狠的位置 但是不知为何近几次走我都找不到捷径位 看看稍后找不找得回 走一走我也是找不回靠右边的捷径位 不知道在哪 但是稍后在碩士路里会看到路口 最后50米了 最后50米冲刺 又完成今天的旅程了 非常开心 轻松交游团 我们下次去哪 南蛇尖 没错 下一条片 南蛇尖 还没说 我们挑战香港三尖 青山 蓝蛇尖 还有钓鱼翁 其实三个我们都走完 不过影片我们就没拍过 钓鱼翁的日出 但是那些只有几张照片 所以未来都会重新拍完影片给大家看 这集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游人子部的YouTube频道 还有小钟 分享给朋友 顺便留言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今天游人子部又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的影片 记得追踪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还有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啦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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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